大家好,歡迎來到墨教授有話說 今天空氣晴朗,太陽,藍天白雲,非常開心 想和大家談一談大學裏面的人際關係 這件事其實很有趣,因為每一個人在大學裏面都會影響其他人 如果你是學生,或者你是教授,如果你是工作人員進入了學校 究竟你在學校會怎樣跟其他人作一個接觸或者交纏呢?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從教授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是怎樣 第一個想和大家談談就是學生、教授和學校的工作人員之間的 優柔寡斷和他們之間的故事 簡單來說,學生在學校裏面很重要的位置 現在這個年代幾萬人來到學校 就是為了教識他們的東西 他們很大,他們面對的就是教授 教授其實是服務這班學生的一類人 另外還有一類人是什麼呢? 另外這一類人就是學校的服務人員 或者學校的會計 或者學校裡面的高層比較厲害的校長 或者副校長 他們也看清楚誰是學生 我們應該怎樣對學生 誰是教授 教授我們應該怎樣對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什麼呢? 現在這個年代 學生和那個管理學校的 他們的權力非常之優秀 我們作為教授 沒有以前那麼大聲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 現在這個年代 教授多的是大學多的是 所以跟別人說 教授,別人好看你 第一,來自何方 你是MIT畢業 Berkeley畢業 或者Imperial 或者Cambridge畢業 別人說 嗯,有料到 我們要恭敬你幾分 如果你從一些地方說 或者我們說 北極某間大學畢業 沒聽過的話 要廢一分的口才 去解釋 為什麼我來到這裡 作為教授呢? 這個不是說 從哪裡來的問題 而是 人的一種 perception 即是他 直接 他會了解到 你怎麼想他 所以作為教授 他其實第一步 就要 make sure 自己的身份 要受到人尊重先 第二步 這步有趣 這步重要 因為呢 對於我們這些 學術界的教授來講 最重要是什麼呢? 出文章 文章就代表你的血脈 文章多 那些血 是豐富到什麼 文章少呢 氣壓都有 血壓都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呢 會發表文章去 會議啊 譬如我 發表了150篇文章 有去 那些叫做 期刊 我們叫journal 有些叫會議 我們叫conference 對 發表每年 幾十篇發表出去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敬人 這個厲害的人 拿來做什麼呢? 是說給別人聽 說給學校聽 你不要亂炒我 還有說給學生聽 在教你那些人 有些了道 這件事呢 其實是幾重要的 在學校裏面 對我們這班教授 但呢 有一個很有趣之處呢 就是 這幅畫呢 我覺得簡直是 刺到你入心入肺 就是說 如果你想發表一篇文章 你發表在會議也好 發表在那個journal 或者很高級的期刊也好 如果那個是比較高級的期刊 哇 你要過幾關 過五關 斬六張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有個 我們叫做review 回應你的 process 即是你申請了 一張申請了 我想參加這個會 傳給這個會 這個會 會請三、四個 甚至五個人 這些全部都是教授 來自五湖四海的 重新看一次你的文章 給個分 五分 給幾分 有些三分 兩分 四分 五分 四分 五分 嘩 這個厲害 不讓他入 都不會叫這個是一個會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你差點寫文 你都不可以在學術界生存得很久 這個研究的group來講呢 是說 人的 智慧 裡面的人有多厲害 還有 有多多人 在你的年級小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很厲害 即是你做熱科研 很厲害的 你自然 別人給你的錢 自然會多 因為你日夜都在寫著 申請新的project 那這些project 如果一達到 一筆錢進來 那你就可以請兩三個人去做你的project 但是 如果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遇到 你寫出去 要錢 別人回來 Sorry 不好意思 給不到錢 那怎麼辦 再寫過 這件事 就是我們做教授的 一個很挑戰 就是說 怎樣 在商業界 或者學術界裡面 賺錢去支持你自己的research 那我重要就是說 我在哪裡去做這件事呢 我是要找自己的時間 出來去做這件事 而這件事 很定斷你 其實在學校裡面的什麼位置 那我們最後再說一件事 就是 怎樣為止好 怎樣為止不好 其實呢 很難說 為什麼難說呢 因為我們有幾個不同的指標 第一 你發表文章的數目 第二 就是你文章數目裡面的 那些會議 或者那些期刊 是不是厲害的 例如 有個期刊叫Nature 有個期刊叫Science 你發表得進去 你遲早都會做副校長的 因為那些是超厲害的 但是呢 有其他不同的conference 可能某些的 一些叫Electronic Journal 我未聽過的名字 但是呢 他很容易收 收你的summition 那那個呢 我們count他就低一點了 那你見到一個教授 哇 這傢伙 很有nature 有science 那你怎樣也要跟他交好關係 但是另一個角度看呢 其實教學 去到 如果比較餓 我收到好 我publish得很好 那其實呢 我是很需要一些很厲害的學生 跟我的 因為當你在大學讀書 讀到第三年的時候呢 你是開始招兵買馬 你在學校呢 是找一些很top的學生 去加入你那裏 做一些我們叫final year project 那如果你的final year project 做得很正的話呢 自然你又拉他進來 喂 跟我讀個博士 或者跟我讀個anfiel 自然呢 這個學生就很powerful 但是 與此同時呢 又要個學生 appreciate你 做事做得好不好 所以呢 學生又看你的成績表 你也都看學生的成績表 因為我們做教授呢 都有一番 我們自己的功力 在裏 還有呢 我很講究 這個教學 這個教授呢 他之間 他在這個學校裏面的飄游 去到哪個程度 好啊 今天講到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對於學術界裏面的教授的認識程度加深了 有段時間講的 但是呢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儘管問我 多謝了 下次再見 拜拜